所以首先的話,如果要格式的話 要特別注意,這邊可能會有幾個地方要注意的 比如說我要小於等於7 這個排名,小於等於7 把它同一列的A藍的底色 底色是什麼?油漆桶 常用裡面不是有油漆桶 變成黃色 那黃色的話在這裡 可是如果VBA,如果要填顏色的話 你可能要記一個函數叫做RGB 所以其他顏色裡面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找黃色的RGB的話 你可以找到黃色,然後自訂一下 你可以看到自訂這邊就會出現 R就紅色,G是綠色,藍 它的顏色的話就是2550 意思就是說如果你要黃色的話 那就是紅配綠,那就是黃色的 如果你們用水彩染料來比喻的話 就是你把紅色染料加上綠色染料 把它和在一起之後 你會得到什麼結果? 就是黃色 OK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上過那個 那個以前水彩課 應該是小學時候的事情 OK 你把它和在一起,它就變黃色了 OK,那一樣的道理 那怎麼改 OK 所以如果你要做完這件事情 第一個 請你寫一個 Sub叫格式化 Sub格式化 所以我們在這個後面再加一個 那名稱的話叫格式化 Enter 接下來的話跟它講說 你幫我判斷一下範圍 範圍的話一樣是 4i等於2到43列 然後打一個net 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裡面多一個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什麼? 判斷一下喔 這個範圍裡面 如果是小於等於7 所以如果 如果 哪個範圍啊 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 第i列 其實主要是依然 以後如果說 你要把依然裡面的所有儲存格 就是這個 一個一個幫你判斷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樣的敘述方法 Sales i列的依然 小於等於7 就是做一個比對 把這個資料抓過來比對一下 有沒有小於等於7 有的話呢 那幫我把它的底色 所以then 空一格之後 然後做什麼 enter兩下 打一個endif 把它的底色 底色的話 哪一個地方的底色 同一列的a欄 同一列的a欄 就是這樣 Sales i列 複製過來之後 把e改成a就可以了 這個叫同一列的e欄 那底色怎麼敘述啊 底色你可能要記個屬性 叫interior 可能要打一下這個字 interior 然後點color 它的底下的顏色 記得喔 我建議是interior.color都打小寫 那如果你假設 確定說 你要 確定說你是打對的話 你可以移開 如果呢首次有變大寫的話 那表示你是沒有打錯的 有沒有i跟c 有變大寫 那恭喜你 你字沒拼錯 可是移開的話呢 如果還是小寫 表示你是打錯啦 這也是簡單的一個 寫程式的一個小訣竅 我發現很多同學 跳出來都1004 怎麼錯 打錯字 不要懷疑 我的經驗已經很豐富了 因為你1004 表示你打錯字就對了 OK檢查一下 那怎麼檢查最簡單 打的時候打小寫 移開如果有變大寫 表示你打對了 等於什麼呢 RGB 給顏色嘛 RGB刮虎 你又給紅色全部 綠色也全部 沒有藍色 好 那這樣的話 就表示說呢 把它的底色 改成黃色 OK 那如果沒錯的話 執行看看 看一下有沒有 OK 12號變有底色 21號 對它小於等於 7 然後呢 這個2728 沒錯都有了 那最後如果你要把它還原的話 很簡單 就是格式化 打一個什麼 格式化清楚 格式化還原也可以的 然後其實很簡單 就是把顏色 RGB 改成什麼呢 改成沒有顏色 這個是黃色嘛 沒有顏色呢 在VBA裡面的敘述 叫做 XL NUM 一樣打小寫喔 XLNUM 移開 如果N有變大寫 那恭喜你 你沒打錯 有沒有 N 那最常遇到的 就是同學打什麼 XL 打成XE 然後打一個 因為他每次抄筆記的時候 看好像看X 他們一次是L 可是很多同學很奇怪 就是會打數字的E 但是呢 這樣看哪看得出來 所以你移開 有沒有 你游標移開的話 往下 奇怪有沒有發現 N沒有變大寫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N沒有變大寫 那表示你打錯了 如果你這個時候執行會怎麼樣 看一下 他會出現 有出現錯誤嗎 居然沒錯 沒出現錯誤 那有沒有work 也work了 但是變黑底 有沒有發現 所以 如果你假設打錯的話 記得 打一個L 這個是XL才對 然後移開的話 N會變大寫 那你如果這個時候執行的話 他才會恢復 不然的話 剛剛 你打X1 他好像也 他誤以為可能是黑色 所以他把它加一個黑色上去 所以 X1 變黑的 沒有發現錯誤 奇怪 OK 有些地方會跟你講 1004 但這個地方沒有 XL now OK 執行 這樣才是正確的 或者是說 如果你要把它全部恢復的話 其實這個邏輯也可以拿掉 所以一幅 反正你就是 如果你沒有邏輯的話 變成說 幫我全部的那個底色 都變成沒有 也就是說如果 他反正 這樣寫可以啦 如果你不改 沒關係 反正都可以達到 我們要的預期效果 所以一樣 這個把格式化 加上去 那最後呢 一樣 增加兩個按鈕 所以這個 我習慣是把這兩個複製下來 然後拿這邊按右鍵 指定一下 這個叫格式化 所以把這邊改一下 格式化 這個叫做格式化清除 OK 那這樣應該OK了 所以格式化清除 那格式化的話 他就會幫我把顏色加上去 格式化清除的話 那就是不加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 也就是再多增加兩個按鈕 OK 那這個程式嘛 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其實也不複雜啦 關鍵的程式就是這個 哪一個儲存格的底色 改成什麼 去除的話就是 底色後面加上 XLNONE 這樣就OK了 試一下 OK 那程式並不複雜 待會的話 不過這個做完之後 我發現 就我同學說 老師 可是這樣還是很麻煩 雖然說他有幫我填顏色 但是我還是要捲動到下面 我才能夠看到 到底哪一些號碼是 排名在前七名的 那等一下可能會改一個程式 改成什麼呢 我乾脆希望幫我把什麼呢 黃色底色這個數字 直接幫我複製到F藍的下方 幫我列表算的七個號碼 就幫我把那七個號碼 幫我列在F2到F8這個範圍裡面的話 那我程式該如何撰寫 請各位想想看吧 其實可以拿剛剛的程式來改就好 試一下